如果给你一次飞天环游的机会 你会选择怎样的坐骑呢 是气派的大飞机 孙悟空的金斗云 还是阿拉丁的飞毯 不过我们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尼尔斯 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 他呀一不小心被家里的一只大白鹅给带上了天 阴差阳错的开始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历险 哎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呢一起来听听吧 尼尔斯住在斯关纳的一个农场里头 嗯他是一个不爱学习的捣蛋鬼 平时他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是欺负农场里的小动物 有时揪揪大公鸡的尾巴 有时扯扯大肥蛾的羽毛 有时啊还会踢踢大黄牛的屁股 哎呦活托托是一个农场小霸王 只要有他在啊 农场里成天就被弄的是鸡飞狗跳不得安宁 可他自己呢倒是玩得不亦乐乎 开心得不得了 嗯那些小动物可烦可烦了 好在啊他这种快乐时光倒也没持续多久 这天尼尔斯的爸爸妈妈要去教堂做礼拜 临出门前叮嘱他 尼尔斯好好在家念书 啊不许再淘气了 晚上回来我可是要检查你作业的 刚开始呢尼尔斯还乖乖地坐在椅子上 硬着头皮念了几页书 可是不一会儿他就倒在桌子上睡着了 噓噓噓噓 迷迷糊糊当中 突然他听到身后一阵嘻嘻嘻嘻的动静 他一个机灵坐了起来 揉了揉眼睛转身朝身后看去 突然就在这时候 他无意间瞥了一眼放在窗台上的那面镜子 从镜子里 他看到妈妈的宝贝箱子被打开了 诶 习露怪了 妈妈出门之前 箱子明明关得好好的 怎么就开了呢 哦 难不成 难不成是家里进小偷了 尼尔斯越想越害怕 身体僵硬的 动也不敢动一下 一个人 呆在椅子上 死死地盯着镜子 留意小偷的动静 盯着盯着 他发现箱子边沿上有一团黑影 慢慢的那团黑影变得越来越清晰 啊 原来根本不是什么小偷 而是个小土地神 关于小土地神的故事 尼尔斯早就听大人讲过 说小土地神喜欢住在农民家的马厩里面 爱打抱不平还会变法术 只是尼尔斯没想到 土地神原来长那么小 小的只有巴掌那么点大 现在这位土地神正像骑马一样 跨在箱子的边缘上 手里拿着一块旧的花布 看得入了迷 尼尔斯捣蛋的天性又萌发了 他眼珠一转 嘿嘿 为什么不捉弄一下这个小土地神呢 他捏手捏脚找来一个捕苍蝇的沙网 悄悄地凑到箱子旁 猛地伸出手去 一下子就把小土地神给网住了 哎呀 可怜的小土地神在网里钻来钻去 怎么都挣脱不出去 尼尔斯可得意呢 小土地神挣扎了一气 只好开口哀求道 哎呀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看 我怎么说也是你们家的保护神 只要你肯放我出去 我保证回报你一袋金币 一听说有金币 尼尔斯心动了 正打算放了他 可是调皮心又犯了 他还想再捉弄小土地神一下 这一下轮到小土地神生气了 他愤怒地施展法术 狠狠地打了尼尔斯一巴掌 尼尔斯疼得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的时候 脸上还是火辣辣的 再一看周围 天哪 怎么所有的东西都变得那么高啊 原来小土地神在他身上施了法术 把他变成了一个小矛头 尼尔斯后悔极了 发的哭了起来 怎么办 怎么办呢 哭也没用啊 还是赶紧找到小土地神 求他原谅 恢复原来的样子吧 想到这儿 尼尔斯不再哭了 他打起精神 开始到处找小土地神 可是他找遍了椅子 碗柜 沙发底 甚至是黑乎乎的老鼠洞里 也还是不见小土地神的踪影 小土地神不见了 伤心的尼尔斯忍不住又哭了起来 一边哭一边对着空气发誓 上帝啊 我再也不敢捉弄神灵了 再也不淘气了 让我变回原来的样子吧 我答应你 以后一定会做一个 善良的 讲信用的好孩子 唉 很显然 上帝没有听到他的忏悔 他还是像原来那么小 屋子里找不到 尼尔斯又跑到屋外继续找 这时候 家里的鸡啊 鸭啊 鹅啊 都围了上来 看到尼尔斯变得这么小 他们再也不怕他了 一个个围上来控诉他 指责他以前干的坏事 先是一只大公鸡 啊啊啊 他扯过我的机关 哼 现在变小了 活该 活该 母鸡也咯咯咯地叫个不停 他拔过我们的鸡毛 大白鹅们也不甘示弱 一个个伸长了脖子 应喝道 对 对 他活该 他活该 尼尔斯惊讶地发现 唉 为什么我能听懂 他们说的话呢 他随手抓起一把石子 朝他们扔了过去 那群鸡啊 鸭啊 鹅啊 都被激怒了 一起向尼尔斯冲过来 尼尔斯吓得拔腿就跑 总算他跑得快 躲过了一劫 接着 他又来到牛篮里 好声好气地向牛群 打听小土地神的下落 可是没有一头牛愿意帮他 哼 他们才没有忘记 尼尔斯干过的那些坏事呢 失望的尼尔斯 一个人爬上高高的围栏 抬头看着蓝蓝的天空 他从没像现在这样 绝望和孤独 天空中一群大雁排成了人字形 正朝着北边飞去 大雁们看到正在院子里散步的家鹅 纷纷地往下飞低了一些 朝家鹅们喊道 喂 朋友们 跟我们飞到高山去吧 跟我们飞到高山去吧 大部分家鹅都抵制住了诱惑 伸长脖子回应道 不啦 谢谢啦 我们过得不错 说完又再重复了一遍 我们过得不错 你们飞走吧 不过还是有一只 名叫莫顿的年轻公鹅 很不安分 它扑腾了几下翅膀 想跟着大雁到外面的世界 去看一看 眼看着自家的大公鹅 就要跟着大雁跑了 尼尔斯急地连忙跳到莫顿的背上 用力地摁住它的翅膀 只可惜 它力气实在是太小了 不但没能阻止莫顿跑路 就连它自己都被带上了天 骑在大白鹅莫顿的背上 尼尔斯飞过了一片片田野和草地 它这才认真地摸清了雁群的情况 原来这群大雁一共有十二只 领头的那一只叫阿卡 在雁群中威望很大 它来自卡布纳山 有一百多岁 是一只见过世面的老雁 这一次 它们要飞到北方的拉普兰去 只是漫长的旅途太无聊了 它们才跟农庄里的家禽开玩笑 忽悠它们加入自己的队伍 你看公鹅莫顿就被它们成功地忽悠来了 不过呀 莫顿一点也不后悔 因为跟着这支优秀的飞行队走南闯北 足以让它回去后在小伙伴面前炫耀一辈子呢 只不过它毕竟是一只佳鹅 飞久了难免会觉得力不从心 有一回啊 它差点就要撞到地面上了 领头燕阿卡故意刺激它 没有力气跟上我们的话 你可以掉头回家呀 我的朋友 尼尔斯也在背上劝它 亲爱的莫顿 我们掉头回家吧 但是为了佳鹅的尊严 莫顿决定继续飞下去 一开始莫顿很不喜欢尼尔斯 因为尼尔斯的名声实在是太臭了 在斯科娜农场里头 谁不知道它是个坏孩子呀 可是飞着飞着 它渐渐的也不讨厌这个坏孩子了 原来呀 有一天 他们在威特舍弗勒大庄园逗留的时候 几个小毛孩趁莫顿不注意 把他抱回家关进笼子里 幸亏尼尔斯及时解救了他 这件事情之后 莫顿就和尼尔斯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了 不过尼尔斯还是很不开心 因为阿卡反对他这个人类小男孩 留在宴群里 尼尔斯郁闷了很久很久 直到狐狸斯密尔的出现 一天晚上 燕群们正在冰壶上睡大觉 狐狸斯密尔刚好出来找吃的 他静悄悄的 静悄悄的 一步一步靠近燕群 突然脚底一滑 扑通一下 惊醒了熟睡的大燕们 大燕一个个扑腾扑腾翅膀准备往天空飞去 哎呀不好 有只大燕没来得及起飞 被狐狸一口咬住了 坏了坏了 斯密尔叼着大燕就冲河岸跑去了 只有尼尔斯快速地追了过去 大声地喊道 臭狐狸 放开那只大燕 你这个坏蛋 可是狐狸斯密尔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 谁会害怕一个只有拇指一样大的小人呢 狐狸哼了一声 得意洋洋地说 嗯 你再嚷嚷 我就咬断你的脖子 尼尔斯加快步伐 溜冰似的冲到狐狸身后 一把拽住他的尾巴 用力往后拖 虽然他没能拖动斯密尔 不过那只大燕趁着斯密尔一分神 扑腾着受伤的翅膀 吃力地飞离了湖面 大燕得救了 尼尔斯呢 他跟狐狸玩起了转圈圈的游戏 只要狐狸一靠近他 尼尔斯就捉住他尾巴 狐狸一转动就把他甩到了另一边 诶 无论狐狸怎么用力 怎么折腾 就是死活都抓不到尼尔斯 狐狸气坏了 最后也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经过这件事 大燕的首领阿卡很感激尼尔斯 特意去向小土地神求情 求他把尼尔斯变回原来的样子 不过有个条件 尼尔斯得马上回家 可是尼尔斯早就改变主意了 他更希望跟着燕群飞到拉普兰去 因为他喜欢上了现在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大燕首领阿卡 大燕首领阿卡答应了尼尔斯继续飞行的要求 尼尔斯这一下心满意足了 可是呢 有人不开心了 谁呀 那个吃了败仗的狐狸斯密尔 他心里憋着一肚子的不服气呢 嗯 被一个小人这么欺负 太气人了 于是大燕飞到哪儿 他就跟到哪儿 斯密尔走啊走啊 来到了一片荒地上 他寻思着 嗯 自己一直在地上走 怎么可能追得上在天上飞的呢 看来得找个会飞的帮手才行啊 这时候 他看到一群乌鸦正围着一个桃罐子 着急地转来转去 原来这群乌鸦很想知道 罐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宝贝 可是罐子上面有一个木塞子 他们一起用嘴啄了好几百下 都没办法把罐子弄开 斯密尔观察了一会儿 觉得机会来了 嗨乌鸦们 我知道有一个人 可以帮你们打开罐子 乌鸦们嚷起来 是谁 是谁 斯密尔转了转眼珠子 嗯 这个嘛 我可以告诉你们 但是你们得帮我把这个人捉回来 等他打开罐子之后 就把他交给我处置 乌鸦首领旋风站出来 拍着胸脯承诺 没问题 包在我们身上 这个旋风啊 是个不折不扣的坏蛋 自从他当上了乌鸦群的首领 这群乌鸦几乎都被他带坏了 斯密尔大概描述了一下尼尔斯的样子 乌鸦们立马就出发了 好巧不巧 当乌鸦们找到尼尔斯的时候 他正独自一人在外面找吃的呢 二话不说 这群乌鸦就把他叼了起来 尼尔斯大声地喊救命 可是一个帮忙的都没有 飞着飞着 突然叼着他的乌鸦一头撞到了树枝上 尼尔斯当场就晕了过去 等到他清醒过来 他已经不知道被带到哪里了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这是哪里呀 不行 得想办法留下线索 这样伙伴们才能够找到自己呀 飞呀飞呀 乌鸦们叼着尼尔斯飞过一片森林 这时候尼尔斯听到一只公鸽子 再向一只母鸽子唱歌 在这个森林 你是最美丽的 每一个美得过你 尼尔斯冲着母鸽子大喊道 别相信他 别相信他 他是个骗子 谁 是谁在说我坏话 公鸽子气坏了 尼尔斯大声回答 就是那个被乌鸦拐走的拇指头 在说你坏话 就这样 一路上尼尔斯把遇到的鸟全都给得罪了 鸟儿们可都记住了他的名字 那个被乌鸦抓走的拇指头 原来呀 聪明的尼尔斯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一路留下自己的线索呢 这群坏坏的乌鸦把尼尔斯押回了窝里 赶紧的 给我们打开这个桃罐子 可是尼尔斯太累了 他想好好地睡上一觉 醒来再给他们帮忙 可是 乌鸦头领旋风不同意 他冲上去 猛烛了一下尼尔斯的小腿 尼尔斯生气了 从口袋里偷出小刀 你别过来 一看到小刀 旋风更生气了 他像个疯了的瞎子一样 朝尼尔斯冲过去 哎呀 坏了 他的胸口正好撞在刀子上 流了好多血 挣扎了几下 两腿一蹬 旋风居然死了 这下坏了 整个乌鸦群都沸腾起来 啊 你杀了我们老大 我们要报仇 所有的乌鸦 一起凶狠地扑向尼尔斯 乌鸦群里 有一只白羽毛的乌鸦 叫老呆木 它也冲了过来 不过 跟别的乌鸦不一样 它是故意冲到前头 来保护尼尔斯的 因为 它早就看不惯 那个像强盗一样的 头领旋风了 乌鸦们全冲上来了 情急之下 机智的尼尔斯 用力地拔开木塞 藏进了桃罐里面 哇哦 罐子里居然都是金币呢 尼尔斯抓起金币 大把大把地洒到外面 乌鸦们一看 愣了一下 一个个也不再替老大 报仇了 全都争着去抢金币 抢到后 一个个以最快的速度 叼回自己的窝里藏好 好了 忙着抢金币的乌鸦们 都散了 尼尔斯从桃罐探出身来 这时 他发现那个叫老呆木的白乌鸦 还留在那儿 原来啊 老呆木想感谢尼尔斯 除掉了亥群之鸦旋风 准备第二天就带他回燕群中去 第二天早晨 老呆木来到小木屋 正准备将尼尔斯送走 没想到 狡猾的斯密尔也跟来了 斯密尔撞开窗子 正要把尼尔斯捉走 老呆木连忙上前去救 斗争中 可怜的老呆木 被狐狸一口咬死了 尼尔斯气坏了 他拿起火柴 点着了一团麻线卷 嗖地扔到狐狸身上 可恶的斯密尔身上着了火 再也顾不得尼尔斯 从小木屋夺命而逃 可是 这时候 麻线团燃起的火焰 越烧越大 扩散到了整个木屋 尼尔斯也不得不赶紧离开屋子 可谁知道 他刚一踏出门 狡猾的斯密尔正在门外等着他呢 尼尔斯拔腿就跑 斯密尔在后面追呀追呀 哎呀 完蛋了完蛋了 尼尔斯跑不动了 就在危急时刻 大白鹅莫顿冲了出来 一下就驮起了尼尔斯 一个冲刺 他们飞升到了空中 啊哈 这一下 轮到斯密尔 气急败坏了 你看 他站在地上 气得直跺脚呢 可是 又有什么办法呢 尼尔斯终于 平安地回到了燕群 莫顿告诉他 大伙发现他失踪之后 都急坏了 阿卡把他们分成几个小组 朝不同的方向去寻找 莫顿飞过森林的时候 听到有很多鸟 都在咒骂一个 被乌鸦抓走的拇指头 他仔细一打听 这才知道 尼尔斯被乌鸦 抓到了荒地上 所以后来就有了 莫顿把他救出来的那一幕 尼尔斯很感动 长这么大 自己第一次这样被重视 后来他越来越受欢迎 在跟随大雁飞往 拉普兰的路上 他又帮助了不少 弱小的动物 森林里的小动物们 每天都会报到 尼尔斯的英勇事迹 有的说 他救了松鼠一家 有的说 他帮助黑老鼠 把灰老鼠 从城堡里赶跑了 还有的说 他救了 托肯胡的绿头鸭 啊 真是没想到啊 过去 在斯科纳农场的时候 大家都怕他 可现在 他却成了 最受欢迎的人 都愿意 跟他一起玩 三个月以后 尼尔斯和大雁们 终于到达了 拉普兰 等到来年春天 雁群 就会飞回南方 到时候 尼尔斯和莫顿 就可以回斯科纳去了 尼尔斯记得 有一次他刚好听到 猫头鹰和灰灵骁说 只要尼尔斯 把莫顿带回家 他就能够变回 原来的大小 可是最近几天 尼尔斯又从老鹰 果尔果的口中 听到了另一个说法 如果尼尔斯 带莫顿回家 他就会恢复原貌 但是莫顿 也会被尼尔斯的妈妈宰掉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我要不要回家呢 尼尔斯为此 痛苦了很长一段时间 只有莫顿还浑然不知 一心盼着回家呢 一天 尼尔斯又和莫顿 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尼尔斯抚摸着 莫顿的翅膀说 亲爱的莫顿 不如我们跟着大雁 一起飞到国外去吧 莫顿吓了一跳 他不知道 尼尔斯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明明尼尔斯自己 也很想回家的呀 而且莫顿认为 能跟着燕群飞到拉普兰 已经是一件 很了不起的事情了 他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 飞回尼尔斯家的鹅棚里 和老伙计们团聚 莫顿有些不高兴 怎么 难道你不愿意 回到爸爸妈妈身边 让他们看看 你已经长成了一个 出色的男孩子了吗 尼尔斯回答他 我愿意啊 不过 比起回家 我更喜欢和你 跟着大雁一起飞 尼尔斯下定决心 不回家了 可是就在这时候 老英国二国 带来了一个坏消息 尼尔斯的爸爸妈妈 因为给人做担保 欠了很多债 他们整天愁眉苦脸 日子就快熬不下去了 阿卡一听说这消息 立马就送了尼尔斯 一袋金币 让他回家 去帮助爸爸妈妈 可是尼尔斯 还是很担心 因为他回家了 公鹅莫顿 就会被妈妈宰掉 那可怎么办呢 不过 尼尔斯最后 还是带着莫顿 偷偷地回了家 莫顿 欢天喜地地 回到鹅棚里 尼尔斯呢 他害怕爸爸妈妈 看到自己变成这么小 心里难过 就一个人 偷偷地溜回了房间 突然 他听见爸爸妈妈 在客厅里讨论 要把家里的鹅 全杀掉 拿到城里 去卖个好价钱 这怎么可以呢 自己的好朋友 居然要被爸爸妈妈 宰掉 过去那些 一起旅行的美好回忆 一下全涌上心头 在冰天雪地里 在被野兽袭击的时候 都是莫顿 陪伴自己左右 不 莫顿不能死 尼尔斯鼓起勇气 猛地推开房门 他要阻止爸妈 诶 门那么大 他这么小 怎么就 轻轻松松地 推开了呢 啊 原来呀 就在他 推开房门的那一刻 尼尔斯 变回了原来的模样了 尼尔斯激动地 冲到客厅 和爸爸妈妈 敬情拥抱 不过 遗憾的是 当他经过鹅棚的时候 他再也听不懂 莫顿说的话了 第二天 尼尔斯来到了海滩上 他跟燕群约好 在这里告别的 尼尔斯把阿卡 搂在怀里 大燕们 纷纷围了上来 一个个 呱呱地叫着说着 虽然不知道 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尼尔斯 能感觉得到 他们都很舍不得他 最后 燕群还是飞走了 他们的身姿 依然那么矫健 队形 还是那么整齐 尼尔斯 站在原地 呆呆地 看着他们 飞得越来越远 直到 消失在天边 好了 亲爱的小朋友们 尼尔斯 奇俄历险记的故事 就跟大家讲完了 你们喜欢这个故事吗 你像尼尔斯一样 欺负过小动物吗 记住哦 只要你关爱小动物 小动物也都会喜欢你的 让我们从小就做个 关爱小动物的好同学吧 大家看一眼 大家看一眼